丧彪意外获得一把超能光炮武器 只需往里面灌足水分 一炮过去 远处的山峰直接以为平易 战斗力着实太强 而他要用这把武器除掉奥姆的对手亚瑟 扫除消灭人类的阻碍 与此同时 亚瑟和公主正乘坐飞机前往撒哈拉沙漠 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三叉体线索 只见他们二话不说 直接从飞机跳落下去 这把旁边的小羊都惊呆了 两人毫无装备地向下坠落 吃了满脸沙头 这操作也是简直了 就在他们拿着定位器寻找目标时 亚瑟直接掉落了下去 公主也跟着跳了下去 来到了一失一久的迷失谷 看着这个石碑 很明显这里就是曾经打造三叉体的地方 正前方有一个大圆盘 公主将带来的仪器插入圆盘上面 结果却没有反应 这时他们反应过来这里以前是海洋 直接他用魔法吸收亚瑟身上的水珠 滴落到仪器上 很快就有了反应 圆盘齿轮开始转动起来 随后出现一个初代国王的投影 将寻找三叉体的线索告诉了他们 但要想获得他还需经过考验 随后投影便消失了 然后地面弹射出一个酒 并从中找到一张地图 他们根据地图的标识来到了西西里岛 刚到这里的公主就被景色吸引了 直接吃起了鲜花 看到在水池玩耍的海童 还嗅起了魔法 没多久他们就根据线索找到了一座石像 亚瑟将酒瓶放置上 通过瓶底很快发现了指向的目的 就在两人以为马上就要取得成功时 一声炮弹突然袭击而来 奥姆国王派出追兵前来追杀 领头的是人类丧彪 一个激光炮直接将亚瑟击飞老女 可见威力不容小觑 甚至都伤到了皮肤 随后两人撕打一起 丧彪趁其不住 使用亚特兰蒂斯专用刀刺伤了亚瑟的身体 亚瑟本想用石头砍击 不料对方又发射一个激光炮 直接将亚瑟冲击到山下 两人同室内打到室外 公主这边也与这些红衣士兵撕打一起 由于他们是来自海洋 只要击碎水体就可以干的 不料又被更高级的红衣战士用激光炮攻击 公主只能四处逃跑 双方就这样在小岛上也追我赶 最后掉落到一河红酒坊 被一个追兵狠狠抓住 危急时刻 他直接拔掉士兵的防护开门 头盔的水体直接溜了出来 无法呼吸的他 看到一个马桶 直接将头伸了进去 这画面很有魅力 随后更多士兵追了过来 危急时刻 女人双手一挥 一声狂暴的沐海 身后的酒瓶纷纷破碎 里面的红酒汇聚成无数利剑刺向士兵 这实力不输飞红雨 而亚瑟这边 连续被丧彪用激光炮攻击 眼看女孩就要被石钟咋 他飞速一跳将石钟顶在一旁 随后丧彪又用红色电绳困住亚瑟 但他不为打 直接转身抓住绳子 然后将他甩到一边 再一个空帆将他摔倒在地 此时他的装甲系统也开始出现不足 亚瑟趁机大甩一个石垫 缠绕住气脖 然后整个人开始四处乱转 最后掉落悬崖 而亚瑟也因疲劳过度硬了不去 等他醒来 公主已经带他来到了海洋中 前往三岔几个目的地 到了深夜 海面突然刮起飓风 只见一只水怪冒出 亚瑟赶紧过来战斗 不料更多的水怪引不上来 公主一个长矛直接穿插二股 原来这时来到了海国王 一个都是水怪的鬼 连曾经的国王都要进他们三个 不过这些怪物有个缺点 害怕火光 面对越来越多的水光 无奈之下 亚瑟他们带着火光一跃下 直冲海面深 他们在里面飞速前行 躲避着水怪的冲击 面对如此众多的水怪 真让人不好 简直就是有去无回 没多久 他们发现远处 有一个到处都是闪电人 他们向那冲刺 水怪看到他们来到那里 不再敢追下去 随后他们直接跳入了风暴中心 无形的力量冲击着他们 两人也被冲散了 就在这时 昏迷的公主就要被一只怪兽通知 还好亚瑟及时出门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暗地 没想到这里居然是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心世界 原始恐龙依然在这里生活 公主被一个神秘人拯救 等亚瑟赶来 神秘人拖下面女 没想到这是他失散二十年的母亲 亚瑟一时也吓到了 原来当年他母亲因为生下亚瑟 被老国王扔到了海沟王国 最后他凭借伪装魔法 躲过了海沟怪兽的追杀 但始终没法出去 只有拿到黄金三叉戟才能离开 而自己尝试多次 始终无补 因为他一直被怪兽卡拉森保护着 无人能靠近 为了带领母亲逃离阵 他决定冲进去一室 只见那传说中的黄金三叉戟 就屹立在前面王座上 被手带国王双手握着 散发着无形的神秘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神兽冒了出来 威胁着亚瑟没有人能拿走 甚至还辱骂着他的身份 亚瑟随机试图 但根本动不了 眼看就要被神兽所上 亚瑟突然释放出能与他沟通的神秘 这让神兽很是惊讶 因为一直以来 只有手带海王才具备这项能力 除此之外就是眼前这个人 神兽健壮 或许他真的具备资格 便放过了他 亚瑟真的具备海王资格 男人伸手握住 上股神器黄金三叉戟 竟然轻松将其拔出 随后出在亚特兰蒂斯国王身上的神秘 经过三叉戟 全部传送到了他全身 随之整个身体结构发生变化 一阵能量拨过后 海王亚瑟就此诞生 与此同时 奥姆国王正集结军队 向咸水领地发起进攻 这是一个由螃蟹构成的国度 因为只要打败他 就可以成为七大国度之王 然后率领大军进攻人类 但咸水国并不愿意去 双方大军撕打一起 可谓场面十分壮观 为了能够快速取得胜利 奥姆直接冲到对方国王面前 砍掉其一只手臂 就在要移民一步时 奥姆突然被地下一股神秘力量攻击 只见一只满身都是岩浆的怪物猫 所到之处 无不被摧残 而领头的就是手持黄金三叉戟的亚索 驾驶的怪物随手一振 就将对方战舰甩到一边 但奥姆仍不肯放手 派出大量军队向其冲击 只见无数战舰对他的巨大的神秘 丝毫伤不懒惯 然后再一巴掌解决一丝又一艘战舰 亚索会去神力 召唤出无数鲨鱼向对方发出攻击 甚至海沟王国的水怪都被召唤了 为了减少伤亡 亚索直冲奥姆阵 双方猛烈地冲撞一起 随后亚索向上直逃 引诱奥姆去地面战斗 没有结束的王位争夺战 在三叉戟的碰撞下 战斗随机开始 拥有黄金三叉戟的加持 亚索的战斗力已经非常稀利 没多久就占据上风 将奥姆按住风车旁边 但亚索并不想杀害他 劝他投降 但奥姆就是不肯放手 趁其不注意反将一拳 随后亚索使出维科教他的绝对 奥姆直接被踩射回去 随后亚索将三叉戟弄了出去 将其狠狠打到在地面 然后霸起一爆 直接将其的三叉戟继续断 但他并没有打算杀害他 就在这时 他们的母亲走了过来 奥姆看到多年未见的母亲 也是很惊讶 在母亲的感化下 奥姆也放下了执念 随后被带走了 而亚索也成为新一代海洋的一主 亚索父亲也终于在岸边 等到了妻子的回宫 两人相拥一起 与此同时 那个被亚索打下悬崖的丧雕 居然还活着 正准备一场复仇计划 作为曾经拯救了DC电影的海洋 影片场面可谓宏大 其第二部也将在2023年12月上 我们拭目以待